噼哩啪啦鞭炮声加上几股欢迎 国民党新北议员参选人纷纷涌上前 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 主角侯友宜登场 脸上却挂着严肃表情 普悠玛意外之后 已经三天没有行程的侯友宜 一个上午连跑板桥亮大庙宇 为伤者和逝世者祈福 说是没特别为选举造势 不过看看后头排了整整四排 超过20位里长及议员参选人 有意无意凸显母鸡人气 却也容易成为剑靶 21年的过程当中 整个都是由台北市政府认定 台北市政府怎么结定 我们就怎么做 每一年都缴税 每一年都合法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 任何的税我们一毛都没有漏掉 我们都有缴税 强调都有合法缴税 就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 又让陈吉多时的大群馆争议 浮上台面 他说移动房子进百面门牌 劝勉缴房屋税 可以这样子搞吗 被解读是助攻苏贞昌 就连侯振营频猛攻的深奥电厂 环保署也确定公告废置 划下休止服务 南北电厂的废置 是人民的力量站出来 环团协者专家的科学事迹 让政府的错误决策 才能够停止 公归全民选战已经进入 晋升肉搏战时刻 新北两大议题 深奥大群管又被提起 影响大不大 见仁见智 回归政见 选民更关切 环宇新闻科华民陈一荣 新北市报道